龙床康 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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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我拍不拍呢 普通人买到烂尾楼 到底有多绝望呢 郑州的小两口买了融创的房子 这几天呢 在收入处被打了 我一直都很关注他们 男的叫亮亮 女的叫丽君 他就像是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一样 都是特别平凡朴实的小两口 他们在郑州租了三年的房子 要了孩子之后 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去买房 最终买了郑州融创的一个项目 选择融创的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融创是大开发商 有实力 未来应该会很有保障 买房砸金蛋的时候 小两口特别的开心 丽君的眼睛都是闪闪发光的 他已经开始憧憬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 丽君说 穷不可怕 钱可以以后再赚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日子也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买房之后 他们非常期待自己的新家 经常去工地查看房子的进度 甚至看见评论区有人说 融创会爆雷 善良的他们 还会替融创辩解几句 说融创没有事 他们的房子还在建 就连知道自己背负了六点多的高利息 他们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困难 想想自己的孩子 困难都是暂时的 只要用心经营自己的小家 未来的一切 应该都会是很美好的吧 但是后来 融创突然间就爆雷了 两口子有点发懵 再去工地看房子的时候 看见停摆的工地 小两口的表情都暗淡下来了 融创欠了他们两万块钱 一直拖着不给 两口子一直去售楼处要钱 售楼处一看到他们来要钱 要不然大门警锁 要不然直接灌灯 所有的工作人员 仿佛是商量好一样 都躲了起来 根本就见不到领导 甚至呢 融创还找了当地的自媒体中介 对两口子进行抹黑 说他们就是为了流量 为了赚钱 反正就是不还这两万块钱 他们的父母 怕他俩不好的情绪传染到孩子 就把孩子接到了农村老家 因为持续多日和开发生的兑现 小两口当初买房的美好憧憬 早已经变得无影无踪 视频里 我看到亮亮站在河边 和融创多日的纠缠 让他已经感觉到身心俱疲 他想不通普通的老百姓 只是想去过自己的小日子 为什么就会变得如此艰难 他觉得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甚至呢 有点万念俱灰 想离开郑州制作伤心的城市了 在最近一次的视频里啊 我看到在售楼处里 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围住了亮亮 他们殴打了亮亮 还抢了丽君的手机 丽君在视频里控制不住的嚎啕大哭 他的眼睛里只有泪水 不再有当初买房时的光芒了 我猜他当时一定在想 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 只是想过好自己简单而平凡的日子 这有什么错呢 为什么一定要面对如此艰难而惨淡的人生呢 时代的一历灰 落在普通人身上就像是一座山 而买了一套房子 处处听见的都是梦碎的声音 你管我拍不拍呢 你别管我 还打是不准的呀 干什么啊 那打呗 打你啊 打你了吗 我要打你了 我要打你了